似乎苹果的新产品发布会 就抢了很多焦点 不过说到新产品以外 其实也要留意美股和财政问题 对,美股昨天做得挺不错的 三大指数都是创新高 不过先看看 就是美国财长昨天说了些什么 昨天美国财长说税改 从新2017年之前 可以完成到税务改革 如果改革要春年才通过 考虑有一个追数期 追数回到今年年初 彭博亦都引述消息 特朗普订出一个专业公势 计划未来七个礼拜连环 去到13个州做一个推介 似乎很有信息、很有决心 美国财长又说到 特朗普在考虑 会否被耶伦明年2月 任期戒门之后连任 同时也会考虑 其他有能力的人会接任 美股向上三大指数都创纪录新高收市 道指收市升到61点 做22118点 标指在厂新高升到8点 做2496点 看到高盛这些金融股都是做好 其中高盛订了一个三年计划 希望三年内收入增加50亿美元 股价升到2.2% 纳指方面 收市都升到22点 做6454点 留意苹果的股价收市偏远 昨天有一个新产品发布会推出新手机 有iPhone 8、8 Plus 以及纪念iPhone出来十周年的iPhone X 因为市场预期最贵的复盘256机的iPhone X 差不多售价达到1万港元 定价988港元 不过来看iPhone 8和8 Plus 9月15号起就可以预订22号发售 但iPhone X 不知道是否真的供货方面有问题 要到10月27号才可以发售 11月3号才发售 10月27号就是预订 令市场有点失望 股价来说 苹果最终的收市要跌0.4% 不过事后现场交易时段 已经股价会上升了 看看数据方面 昨天美国公布7月份的drops 职位空缺数量达到617万 连续两个月创新高 看到就业市场的情况挺好的 美汇指数曾经上回到92流上 美元兑日元上回110的水平 另外英国方面的通胀升温 8月份的CPI高于预期 按年升幅2.9% 这个升幅是五年的最高 看到英镑对美元也升到一年的高位 金价方面资金入股市 纽约12月期间跌3美元收市 去到1332.7美元 油价方面 看到OPEC的月报 就说8月整体的每日产油量 减少7万9千桶 其中沙特的每日产油量 再次减少5万9千桶 进一步是低贯产量的目标 另外OPEC也有上调 金明两年全球石油的需求预测 柳柳有有支持 收市升到16美先 做48个2毫3美元 另外看两者个股 都有配股消息 顺利国际配股 大概集资是4亿 配股价2.02千 比上日收市价值差不多 一乘三 主席在内的林维华 就会认购 当中就认购5300万股 有关的股份发行 是用特别授权方式完成 所以要经股东会表权 另外就是联众699 也宣布向主席等人配股 发行价是每股一个百毫杯 比昨天收市价截润 大概百分之三 所得的款项值额 大概四亿一千多万 当中三成用来发展电竞 底下股价会有支持 Apple说不知道 今天苹果有新手机 相关股份表现会如何 应该也可能有机会炒着一下 因为看到昨天已经急升了上来 但也要看看嘉宾 对于这一众股份有什么意见 今早请来有中途 澳阳精选基金 基金经理温岗成 Harris 早晨 早晨 今天大家都还很精神 看完苹果产品发布会 看完之后 定下来的时候 哪些股票再值得进一步的部署 都可以打电话来致富峰 热市问一下Harris的意见 电话号码是1872238先登记 另外 都可以将你们的问题 以短讯形式传给我们 另一个号码 5702-7238 大家要记住 Harris 如果说到 美股近期的气氛 好像好一点 一来大家就是 晚中触目的 苹果生产品发布会 昨晚就做了 另外 也要留意 一些地缘证局 似乎暂时 未有再进一步升温 因为始终大家之前的担心 好像就是 都害怕地 周末期间有点事 终于没事了 我看到美股也有很明显反弹 再加上风灾方面的情况 也没有预期影响经济得那么深 美股其实是否部份的一些不利因素 已经被市场消化 实际上是大家最触目的 昨晚的焦点 当然就要看一看苹果的股价 似乎是真的好像随着 就是发布会期间 讲到哪一样新产品 市场上就比较惊喜一点的 价格又真是大一弹 可能有一些就比较失望的 原来出货日期比起想象中前 估计又跌一跌 我因为太早了 没有做到分钟图给大家看 看昨天发布会 的确去到iPhone 8高潮 但iPhone 8高潮之后 iPhone X或iPhone X 有点反高潮 不过反过来 现在今天方面 看回延长加益时段 都由跌转回升 我们看过去 苹果方面来说 出新产品的时候 我们也查看 他们的发布会方面的情况 出了发布会之后 因为大家都已经见到 这件产品 虽然未能拿到 但可以说 大家已经银定荷包 订机等等 很多人会做 看到如果看回历年 由2007年第一代iPhone Steve Jobs推出的时候 到iPhone 7 刚刚上一年的时候 iPhone 7的时候 看到如果发布会之后的 一个星期 很多时都会上升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 一周的组织 就是发布会之后的星期 苹果股价走势 我们看到7升 三跌 你看到其实表现方面 都不错 2013年方面 我想 因为有些外在因素 我就不可以完全加进去 但仍然是升多跌少 那究竟是否今次 都可以延续得到 过往上升的比率比较多 大家都可以观望着 这个星期 苹果股价走势 不过说到 就是它自己的股价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股份 都会受它影响 稍后回来再谈 再见